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消费新闻 首先 Bose Quiet Comfort降噪耳机在亚马逊上有着罕见的100美元折扣 这款耳机以其长达24小时的电池寿命 舒适的耳罩和多种听音模式而受到好评 让你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享受到纯净的音质 接着 随着2024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各大零售商如亚马逊 沃尔玛和塔吉特 已经开始提前推出大促销活动 从电视 家电到夏季必备品应有尽有 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不容错过的超值折扣 最后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美妙的发现 Sara VE眼霜价格降至11美元的历史新低 这款由Olivia Wilde利剑的眼霜 以其对抗眼部干燥 黑眼圈和浮肿的神奇效果 而受到广泛好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我们都渴望一片宁静 而Bose Quiet Comfort降噪耳机 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生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这款耳机目前在亚马逊上 以100美元的折扣价格销售 这对于追求高品质音乐体验的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购买机会 拥有长达24小时的电池续航力 舒适的耳罩和多种聆听模式 这款耳机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远离嘈杂环境的避风港 静音模式几乎可以屏蔽所有声音 而觉醒模式则允许一些声音进入 而不会让听者感到不适 耳机还提供高品质的音频效果 并且可以通过Bose应用程序进行微调 它们可以与多个设备同时配对 让用户轻松切换连接 然而对于戴眼镜的用户来说 这款耳机可能存在一个小缺点 那就是噪音泄漏可能会克服降噪功能 随着纪念日的临近 Yahoo US也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购物信息 包括亚马逊 沃尔玛和塔吉特等大型零售商 提前推出的纪念日折扣 从5月24日开始 一直持续到5月27日的纪念日本身 消费者将有机会享受到电视、家用电器 以及适合室内外夏季必备品的大幅度降价 此外 还有夏季时尚 户外必需品、电子产品和厨房用品等商品 将会进行折扣 而且 购物者还可以通过利用运输交易 和其他零售商独家优惠 如亚马逊Prime、沃尔玛加和塔吉特、Circle360 来节省更多 纪念日的优惠中 一些值得关注的好交易包括 Apple AirPods Hokamok5跑鞋 5X位扩展器 Solo Stove Bonfire加Stand 2.0 Ninja无烟室内烤盘和烤架 Apple iPad 65英寸的Insignia Fire TV 可折叠花园手推车 200瓦便携式电源站 Dyson V8 Origin无线吸尘器 Enra Bass短袖长裙 Haynes女士运动短裤 以及Coach Meadow肩包等 这些交易 在亚马逊、沃尔玛、塔吉特和Coach Outlet等 不同的零售商提供 在护肤品方面 Yahoo!US报道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消息 SeraV的眼部修护霜 目前在亚马逊上以11美元的价格销售 这一价格远低于原价20美元 这款眼霜专为减少眼周的干燥、黑眼圈和浮肿而设计 不含香料、低过敏性且不会堵塞毛孔 他收到了超过4万名评论者的五星好评 许多顾客报告称 使用后眼部看起来更加明亮和年轻 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瓶中的肉毒杆菌 声称他让他们看起来年轻了5岁 然而 也有一些评论者警告 对于皮肤或眼睛敏感的人来说 这款眼霜可能会引起刺激和灼烧感 尽管存在一些小缺点 但11美元的优惠价格使其成为那些 寻找高性价比眼霜的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总的来说 无论是寻求高品质音乐体验的耳机 纪念日的大幅折扣 还是高性价比的护肤产品 市场上总有一些难以抗拒的优惠 等着我们去发掘 在这个消费高峰期 找到那些真正物有所值的商品 无疑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在这个春季 Nordstrom带来了一系列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品 从雅虎美国的报道中我们得知 这个美国著名的零售公司 精心挑选了包括 Adidas Ag Locruzet和New Balance等品牌的产品 涵盖了从连衣裙 凉鞋 休闲装 珠宝 到美容产品等多个类别 价格从清明的15美元 到高达498美元不等 无疑为各种预算的顾客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新品不仅适合迎接春季 也是母亲节礼物的绝佳选择 Nordstrom网站还特别设有一个栏目 让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浏览产品 无论是美容 家居 还是健康类商品 应有尽有 Nordstrom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01年 作为美国的奢侈品百货公司 它在全美拥有一百家门店 并且拥有在线销售平台 尽管近年来由于消费者转向在线购物 Nordstrom面临销售下滑的挑战 但公司持续加大 对在线和数字能力的投资 并尝试新的商店格式 如在城市地区开设小型店铺 此外 为了吸引顾客 Nordstrom还引入了一系列新服务 包括店内造型师和美容专家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 Nordstrom还举办了一场罕见的奢侈品美容产品促销活动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这次现实促销活动 包括了超过3000款的奢侈美容产品 折扣高达50% 包括La Mer Sunday Rally Clarence和Joe Malone等奢华品牌 都在折扣之列 一些抢手的母亲节美容优惠 包括Sunday Rally的护肤套装 Creme de la Mer的保湿霜 Machino Tourer的泡泡糖香水等 正无疑是为想要为母亲挑选高品质礼物的 顾客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一边来自伦敦的时尚品牌 Jordan Luca推出的尿字牛仔裤在时尚界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款已经售清的牛仔裤 是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讽刺 品牌联合创始人Jordan Bowen解释说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迷恋既是资本家的滋养 也是他们的困扰 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尽管这款牛仔裤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但它的热销状态和社会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 无疑反映了时尚界对这种讽刺态度的追捧 这并非时尚界第一次通过产品发表 对社会现象的评论 以前也有品牌推出过自卫口袋和触感披肩 等带有性暗示的产品 通过这几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消费文化中 无论是奢侈品百货公司 Nordstrom的新品推荐和促销活动 还是时尚品牌Jordan Luca的创意表达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市场和消费者 Nordstrom的新品和促销活动 反映了其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 和对顾客喜好的深刻理解 而Jordan Luca的尿字牛仔裤 则是时尚界对当前消费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商业和时尚的多样性 也让我们对消费文化有了更深的思考 随着母亲节的脚步逐渐临近 许多人开始寻找能够让生活中特别的那位继母 感到惊喜和温馨的礼物 Yahoo US提供了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清单 旨在让这个特别的日子变得更加难忘 从情感满满的纪念品到实用的小物 这份清单应有尽有 比如 一对匹配的手镯能够成为母女间的情感象征 一把设计独特的茶壶 或者一盆生机勃勃的植物 都能够为她的生活增添一抹绿色和温馨 此外 园艺工具作 花茶套装 密封饮水杯 甚至是一份花卉订阅服务 都是精心挑选的礼物选择 旨在让继母感受到来自家庭的爱与关怀 而对于那些寻求更加个性化 或时尚选择的人来说 Yahoo!US还推荐了运动鞋 StoryWars订阅服务 香水采样套装 手提包 抹茶必需品套件 以及便携式旅行和等多样化的选项 不仅如此 为了满足不同预算的需求 这份清单上的礼物价格亲民 绝大多数都在100美元以下 许多更是不超过50美元 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以一份心意向继母表达暗语感激 在时尚界 Yahoo!US报道了瑞典鞋旅品牌 Morehouse 最近在巴黎街头展开的一场 引人注目的活动 这场名为 Unprint Camps are Paris 巴黎的春天的活动 通过模仿法国新浪潮导演的拍摄风格 成功地将Morehouse的新款勒服鞋 推向了市场 这个由巴黎创意人 Lauren Laporte发起的活动 不仅展示了 Morehouse为春季推出的新品 如双色拼接的便携 和无衬理的马贤恋乐福鞋 还以一种充满幽默感的方式 捕捉了巴黎街头的时尚与活力 Morehouse的这一创新 行销策略 无疑为品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更多追求时尚与个性的消费者的目光 在运动领域 Yahoo!US对MLB赛季首月的表现 进行了精彩的回顾 随着4月赛程的接近尾声 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来回顾一下棒球赛季的起步阶段 并对自己的幻想棒球队伍 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 无论你的队伍目前的表现如何 都还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改进 无论是从中规中矩的队伍 变成争惯热门 还是在高位时适时做出调整以避免失误 这份分析不仅提供了一个机会 来回顾过去的表现 也为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队伍 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策略 从温馨的母亲节礼物 到巴黎街头的时尚活动 再到棒球赛季的精彩回顾 Yahoo!US以其多样化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 为读者们带来了一系列 既实用又富有启发性的内容 无论是在特别的节日里表达爱意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时尚与趣味 或是在体育赛事中寻找激情与策略 Yahoo!US都以其独到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 满足了读者们多样化的需求和兴趣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每一个消息都能在瞬间触及全球 从德国的通胀率保持稳定 到亚马逊上热门的连伸泳装 再到谷歌加强与迪士尼 华纳兄弟探索和派拉蒙全球的流媒体广告合作 每一则新闻都不仅代表了一个事件 更是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的一个缩影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的经济情况 根据Yahoo!US的报道 德国在今年4月的通胀率保持在2.2% 这是连续第4个月的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消费者价格上涨了2.2% 食品价格上涨了0.5% 而家庭能源价格则下降了1.2% 尽管暂时性的增值税减免已经结束 德国政府此前将天然气和区域供暖的增值税 降低到7% 以抵消俄乌冲突引起的高能源价格 经济研究机构预计 德国今年的通胀率将显著放缓至2.3% 相比之下 2021年的通胀率为5.9% 接下来 让我们转向一个更轻松的话题 夏日泳装 Yahoo!US介绍了亚马逊上10款 最受欢迎的连身泳装 每一款都拥有高薪评价 和来自真实消费者的好评 无论是身微领 高腰剪裁 有支撑的胸部 还是全覆盖的臀部 每一种款式都只在让穿着者 看起来更加迷人 其中包括 Yahoo!Money女士连身泳装 Cup Shee连身泳装等 消费者表示 这些泳装舒适又显瘦 有些人甚至因为合身 买了多种颜色 这些泳装 有多种尺寸和颜色可供选择 亚马逊Prime会员 还能享受免费送货服务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 谷歌如何在广告领域 进一步发展其业务 据Yahoo!US报道 谷歌正与包括迪士尼 华纳兄弟 探索和派拉蒙 全球在内的媒体公司合作 加强其广告联系 该公司将与迪士尼的 实时广告交换平台 Drax整合 让品牌能够通过迪士尼的 流媒体组合针对消费者 进行精准定位 使用谷歌的DV360的广告商 相比直接购买的第三方视频 广告支出回报高出120% 而且比他们在线性电视上 达到的回报还高出18% 从德国的通胀率保持稳定 到亚马逊上热门的夏日泳装 再到谷歌与大型媒体公司 加强流媒体广告的合作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前的经济 科技和消费趋势 也展示了全球化时代下 信息流动的迅速和广泛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藏着更深层的意义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理解 亚马逊正在提供2024款 MacBook Air的超值折扣 这款配备M3芯片 8G内存和256G固态硬盘的 笔记本电脑 现在仅售989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 这款笔记本电脑的性能比M1芯片快60% 笔记于英特尔的MacBook Air快达13倍 它拥有长达18小时的电池续航能力 支持高达512G的存储空间 并配备了8核CPU和10核GPU 非常适合游戏和其他资源密集型任务 这款笔记本电脑收到了用户的积极评价 它们称赞其速度 显示效果和便携性 然而一些用户报告了bug 而且苹果的M1、M2和M3处理器 曾出现数据泄漏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